今天呢 我们要去引起我的摩托车 我的托运的摩托已经到了 托运了大概十天吧 从拉萨托运到重庆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们 我回来这十来天都没有看到过太阳 这就是重庆 这里是那个物流园 在这里取一个摩托 从家里骑过来差不多二十公里 现在要找到我的摩托车 是那个吗 是那个 哇 怎么打 哇 居然打包出来怎么打 这个木箱顶带还挺结实的 嗯 真的 还包了一下稍微 不搭木架直接就运进来一种 就比较便宜 这个就比较贵 一千四 那我的摩托车插出来 插出来 好高级 哇 还有深色的帮吃呢 哇 还有深色的帮吃呢 真的 包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 好久不见 十几天不见了 现在这个车已经装成这样了 天呐 天呐 这个小哥也是从拉萨寄摩托车寄到重庆的 他这个是本田 他这个摩托车还挺好看的 帮大家把这个摩托车拆一下 因为刚刚葱哥拆的时候压到腿了 拆的时候容易倒这个摩托车 他东西好少 哇 他这个包包子里还挺好看的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随护带 打的都是死结 你不是重庆人吗 我是重庆人 哦 难怪我说你干嘛要跟我说普通话 那你这个摩托车是重庆的 对 有一个大自然的搬运工 真好 不用我自己动手了 我准备骑了我这个小摩托回去 赶快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骑过了 刚刚我是骑的这个 我以前这个小摩托 回来的 二十公里 哇 骑得我都好累呀 这个小摩托感觉哪里都在想 但是也可以骑 开我的宝宝的行李 把东西全部扔出来 然后把包包洗一洗 我这个还有一把刮面 整天还有一把扁 这个睡袋我要拿去干洗一下 臭的 这个帐篷可以不要了 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帐篷 天哪好脏哦 这个是之前张老师送过我的秋户 超级无敌的厚 这种加溶的 非常的厚 好 好 有专家 一个 个